2014年的韩国首尔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连环杀人案 四名地位显赫的权贵人物相继遭人枪杀 出人意料的是 凶手是一名名叫韩爷的冒蝶老人 除了年事已高之外 韩爷在犯案时还同时患有脑癌和阿兹海默症 那么一个风烛残年的将死之人 为何要在忠明漏境之时大开杀戒呢 这一切还得从韩爷悲惨的绅士说起 韩爷是一名韩国的退伍老兵 他的父母 哥哥和姐姐在日据时代就相继死于非命 具体来说 韩爷的父亲是遭人诬陷 在狱中被日本兵领略致死 母亲因承受不了失去丈夫的打击 得了失心疯 最后抑郁而终 父母死后不久 韩爷的哥哥又被一个朋友 旷骗到日本人开办的煤厂上做苦力 最终劳累而死 而韩爷的姐姐则被日本人抓取当了慰安妇 尽管后来侥幸逃回家中 但中英不堪忍受屈辱 选择了上吊自杀 一家五口中 只有当时年龄尚小的韩爷 背负着血海深仇 独自存活下来 日本人投降之后 韩爷先是入伍参军 而后娶妻生子 生活渐渐步入了正轨 然而几十年来 刻骨的仇恨 总是让韩爷的内心隐隐作痛 如今身患重病时日无多 并且妻子刚刚因病去世 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立业 自觉两无千怪的韩爷 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那就是 在自己临死之前 为惨死的父母 哥哥和姐姐 报仇血恨 韩爷复仇的对象 总共有四个人 其中一个是日据时代 驻扎在韩爷所在村庄的 日本军官 其他三人则是当时 投靠日本鬼子的韩奸 日本投降之后 这三名韩奸 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反而混得风生水起 如今都成了 人母狗样的上流人物 由于患有阿兹海默症 韩爷担心自己会遗忘复仇的想法 所以将四名仇家的名字 纹在了自己的手指上 接着 他翻出了自己当兵时 私藏的枪支和子弹 虽然退役多年 但韩爷的枪法依然算得上精准 在准备好武器之后 他又租了一辆红色跑车 作为交通工具 只是因为病情时好时坏 韩爷已经无法自行开车 因而 他只好雇佣了一名专职司机 此人名叫南哥 是韩爷以前在餐厅打工时 结识的年轻小伙 南哥车记一流 可是经济拮据 韩爷承诺 办完事后 会给他一笔丰厚的报酬 南哥并不知道 韩爷打算杀人 自然没有理由拒绝这份工作 就这样 韩爷的复仇行动正式开始 他的第一个复仇对象 是一家私立医院的院长老朴 韩爷的父亲 当年就是被朴院长诬陷入狱 最后惨死在狱中 如今身体抱恙的朴院长 正在自家医院里休养 韩爷在摸清楚情况后 谎称自己前往医院探望老友 让南哥驱车将其送到医院 为了在杀完人后能及时撤离 他还嘱咐南哥不要走远 就留在车库等着自己 抵达医院后 韩爷刻意避开监控探头 混入熙熙攘攘的患者和家属之中 来到了后诊大厅 此时医院内任多言杂 显然不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于是 韩爷找了个监控盲区 坐下来耐心等待 不料他刚坐下没多久 就因病情发作睡了过去 直到夜晚时分 医护人员陆续下班时 韩爷才悠悠醒来 只是醒来之后 他全然忘记了来医院的目的 直到看到纹在手指上的仇人名单 才猛然想起自己是来复仇杀人 就在韩爷准备寻击 摸进病房动手之时 在车库里迟迟等不到人的南哥 主动找了过来 韩爷只得先找借口支开南哥 然后再悄悄来到朴院长的病房门口 为了保护病人隐私 病房内外都没有安装监控探头 韩爷仅用一根铁丝 就轻松打开了从里面繁琐的房门 进入了病房 朴院长此时正在熟睡 丝毫没有察觉有陌生人闯入 韩爷趁此机会 先将朴院长的四肢绑了起来 然后用一杯冷水浇醒了对方 为了让这个老家伙四个明白 韩爷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 搞清楚状况的朴院长奔向呼救 但很快被韩爷用胶布封住了嘴巴 没有等朴院长再求饶 韩爷就用枕头捂住了他的脑袋 然后用装有自制消音器的手枪 对着枕头连开两枪 结果了朴院长的小命 杀完人后 韩爷掩上病房的门 淡定地离开了医院 直到第二天早晨 护士查房时才发现朴院长的尸体 随后赶到的警方 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倒是医院里的一名保洁阿姨 提供了一条有用信息 据保洁阿姨回忆 案发当晚 他曾见到一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 匆匆离开了医院 原来南哥在被韩爷支开后 刚好与打扫卫生的保洁阿姨擦身而过 好在当时医护人员都已下班 医院里灯光昏暗 保洁阿姨并没有看清楚南哥的长相 而南哥又戴着帽兜 医院里的监控也没能拍到他的正脸 当天晚上 南哥在此遵从指示 驱车将韩爷送到一座图书馆 图书馆的大厅内 此时正在举行一场讲座 竹将人是一名姓秦的教授 秦教授在讲台上 极力美化日据时期 日本人对韩国的殖民统治 在他看来 那段历史已然远去 与其沉沉于过往 不如当下与日本搞好关系 谋求更好的未来 这个侃侃而谈的秦教授 正是韩爷的第二个复仇目标 当年就是此人将韩爷的哥哥 诓骗到日本人的矿场做苦力 如今听到这老小子在讲台上胡说八道 韩爷顿时怒气上涌 恨不得直接开枪将其射杀 当然韩爷并没有怎么做 他不仅要杀死秦教授 而且要全身而退 继续后面的复仇 等到演讲结束后 秦教授打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家中 韩爷让南哥驱车带着自己尾随而至 为了避免让南哥发现异常 韩爷吩咐 他将车停在距离秦教授家稍远为时 然后谎称自己前去探访老友 让南哥原地等候 南哥自然一言照做 韩爷则快步走到秦教授门前 秦教授独自居住在一栋市郊别墅内 等到他刚打开别墅的院门 韩爷直接走上前叫住他 接着自爆家门 最后掏出装有消音器的手枪 扣动了扳机 没想到的是 韩爷手里的枪支 竟然在此关键时刻压火 逃过一劫的秦教授 急忙躲进院内 准备锁上院门 韩爷抢先一步 用枪管上的消音器卡住院门 并借机成功推门进入到院子里 不过枪上的消音器因此损毁脱落 韩爷也顾不上许多 再次对准秦教授扣动扳机 当场将对方射杀 清脆的枪声 旋即引来了原本在车上等候的南哥 南哥亲眼目睹韩爷杀人 吓得愣在了当场 直到韩爷将他拉回车里 才稍稍缓过神来 此时的韩爷由于情绪太过激动 病情突然恶化 他让南哥赶紧开车离开这里再说 说完韩爷就晕了过去 不明就里的南哥 只得驱车将韩爷带回自己家中 第二天醒来后 韩爷再次出现了失忆症状 直到看到手指上纹着的仇人名单 才找回了记忆 现在他已杀死两个人 复仇计划算是完成了一半 南哥在见到韩爷醒来后 愤怒地质问他为何连杀两人 原来警方根据医院保洁阿姨的目击证词 将南哥锁定成了头号嫌疑人 并在电视上公布了监控抓拍到的南哥照片 号召市民们提供相关线索 南哥这才知道 秦教授已是韩爷杀死的第二个人 韩爷没有理会南哥的质问 而是劝他稍安勿躁 他告诉南哥 警方既然向市民征集线索 说明医院里的监控并未拍到南哥的正脸 否则警方直接上门抓人即可 所以南哥暂时不需要担惊受怕 韩爷承诺 等到时机成熟之后 自己会前往警局自首 从而起托南哥的杀人嫌疑 可是南哥这时已经有些惊慌失措 他打算马上就带着韩爷前往警局说清楚真相 谁知恰在此时 几名小混混闯入南哥家中 向其讨要高利贷 原来南哥在不久之前 为了给身患重病的父亲治病 欠下了一大笔高利贷 欠南哥无钱可还 小混混们开始在屋内乱砸东西 以示威胁 正当南哥束手无策之际 旁边的韩爷瞥见了领头的混混 握在手里的宝马车钥匙 韩爷于是顺手拿起一把螺丝刀 悄悄来到屋外 并很快找到了一辆 停靠在南哥家附近的宝马车 显然是讨要高利贷的小混混们开来的车辆 韩爷静止走过去 用螺丝刀击碎了车窗 车内的警报器随即响了起来 这时 一名小混混出来查看情况 见是韩爷在搞破坏 小混混本想上前教训一下韩爷 结果反被韩爷一招制服 随后赶来的领头混混 看到这一幕后 刚想发作 韩爷却不慌不忙地掏出一打钞票 交给了领头的混混 声称 这笔钱是损坏车窗玻璃的赔偿款 至于南哥欠下的高利贷 则会在一周之内还清 领头的混混见韩爷也不太好惹 只好拿着钱带上小弟们信心离去 尽管韩爷帮南哥暂时解决了眼前的麻烦 但是南哥还是担心 韩爷杀人会连累自己 他在纠结片刻之后 先是假意答应驱车将韩爷送到下一个目标地点 然后在半路上将车拐到了附近的警局 就在南哥打算下车报警的时候 韩爷用枪抵住了自己的脑袋 他语带威胁地表示 如果南哥质疑报警的话 他就会直接开枪自杀 届时南哥将无法完全洗脱 杀害三名老人的罪行 如果南哥打消报警念头 再给他几天时间 他在完成复仇之后 就会主动前去警局自首 并告诉警察 南哥是遭到他的挟持 才被迫给他当司机 这样一来 南哥就不用承担任何罪行 说完 韩爷让南哥打开自己随身携带的背包 里面装满了现金 这是韩爷攒了一辈子的积蓄 他承诺 事情了结之后 自己会将这笔钱全部赠予南哥 南哥不仅能用这笔钱还清高利贷 而且还有余款继续给父亲治病 在韩爷的威逼利诱下 南哥只得答应了他的提议 与此同时 警方发现了秦教授的尸体 虽然韩爷并未在现场留下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可是负责办理此案的江警官 在秦教授家里 无意中发现了一张被装表起来的四人合影 说来也巧 合影上的四个人 刚好就是韩爷的四个仇家 见合影中的四人 已有两人遭到枪杀 江警官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 而照片上剩下的两名活着的老人 很可能就是凶手接下来的猎杀目标 这两个人目前都位高权重 一个是在韩国军界颇有名望的金将军 另一个则是日本驻韩大使山田 江警官在回到警局后 马上找来了金将军和山田近期公开活动的日程 结果发现 第二天上午 山田就将参加一场小型的外交活动 江警官担心凶手在活动会场刺杀山田 所以在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带队提前来到会场 担负起安保工作 对参加活动的所有宾客进行临时检查 活动开始之前 韩爷带着伪造的身份证检和邀请函赶了过来 不过 由于他看上去老太隆重 并未引起警方的特别注意 江警官只是简单检查了韩爷的手提包 在发现里面只有一盒口香糖和几罐可乐后 就放他进入了会场 进入会场之后 韩爷立即来到厕所 取下绑在小腿上的手枪和一些特殊粉末 然后倒掉可乐 用可乐罐和特殊粉末 制作了几枚烟雾弹 等到他做好这一切 走出厕所时 山田正在会场高谈过论 死人就是当年对韩爷姐姐施暴的日本军官 韩爷在见到山田后 立刻点燃了自制的烟雾弹 活动会场随即陷入了一片混乱 江警官见此情形 赶忙冲上前护住山田 将其送到安全出口准备撤离 哪知 韩爷早在出口处等候多时 没等江警官反应过来 韩爷就用枪挟使住山田 并迅速脱离警方视线 躲进一步电梯里 紧接着 韩爷依照惯例 向山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 而后连开两枪 干净利落地干掉了山田 等到江警官追过来时 韩爷已然逃离了现场 电梯里只剩下山田的尸体 尽管江警官跟韩爷打过照面 但韩爷参加活动使用的是伪造的身份证件 因而警方一时之间 也查不出他的真实姓名和住址 江警官在无奈之下 只得带着韩爷的画像找到金将军 并询问他 和相继遇害的朴院长 秦教授山田三人 以前有没有共同得罪过什么人 所以才招来杀身之祸 或许是残害的人太多 金将军完全不记得 画像中的韩爷是何许人也 并且因为担心警方的调查 会翻出自己的黑历史 金将军断然拒绝了 警方派人对其贴身保护的提议 在打发走江警官之后 他立即找来自己的儿子大金 责令其必须在警方之前 尽快找到并解决掉韩爷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韩爷在杀死山田后 再次回到南哥家中赞比风头 他随后用摄像机录制了一段视频 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直到此刻 南哥才搞清楚 韩爷杀人是为了替家人报仇 原本还在犹豫要不要报警的南哥 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便坚定地打消了报警的念头 打算心甘情愿地给韩爷提供协助 没想到韩爷这时却表示 南哥的任务已经完成 自己不再需要他的帮忙 说完 他信守承诺 将一包现金交给南哥 南哥此时有些动情 总想再替韩爷做点事情 在见到韩爷在刚才的行动中 弄脏了衣服后 他决定给对方买套新衣服换上 韩爷也没拒绝南哥的好意 两人一同驱车来到一家服装店 正当南哥向一个孝顺的孙辈 给韩爷挑选完衣服 准备离开时 两名路过的巡警认出了韩爷 好在南哥手脚麻利 将韩爷拉上车后 驱车甩开了警察的追踪 那时就在两人以为安全脱险的时候 一辆汽车突然从侧面撞了过来 两人在车祸中当即运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韩爷和南哥发现他们 被人绑到了一处荒僻的建筑工地 金将军的儿子大金 正带着一群小弟围在身边 他们已从韩爷身上 搜到了韩爷的手枪 以及录制视频的摄像机 为了销毁证据 大金当场踩碎了摄像机 然后命令小弟用韩爷的枪射杀两人 生死关头 南哥集中生智 黄称 摄像机的视频还有一个备份 倘若他和韩爷发生意外 保管人就会将备份视频公致于众 大金听闻此言 被迫打消了立即射杀两人的想法 他让其中一名小弟 拿着手枪原地看守韩爷 自己则带着其余的人 押着南哥去取备份视频 临心前 南哥让韩爷放心 自己会处理好一切 没过多久 他就将大金等人 领到了自己高利贷主的住处 催收货款的小混混们 见南哥后面跟着一帮人 误以为是对方找来的帮手 立马觉得闲着也是闲着 对着大金等人开始摩拳擦掌 双方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大打出手 结果闹了个两败俱伤 南哥本想借此机会逃走 但很快被大金打倒在地 就在大金准备对南哥痛下杀手之际 韩爷及时赶到 打晕了大金 原来大金压着南哥走后 韩爷就用藏在袖子里的一把小刀 割断手腕上的绳索 并打伤看守他的小弟 夺走手枪和车钥匙 开车赶到这里 他早就听懂了南哥临走时的暗示 猜到对方会将大金等人带到高利贷主家中 这才危急时刻救下南哥 第二天一大早 韩爷穿上退伍时的军装 参加了一场抗日英雄纪念铜像的揭幕仪式 这场仪式的主角 正是韩爷的最后一个仇家金将军 金将军当年以招收工厂女官为幌子 将包括韩爷姐姐在内的无数韩国年轻女子 骗去山田的部队当了未安妇 几句讽刺的是 这个无耻之徒 后来竟将自己包装成了抗日英雄 一路平步青云 在韩国军界混得风生水起 如今金将军居然以自己为原型 建造了一座抗日英雄纪念铜像 并亲自主持铜像的揭幕仪式 此时的他完全沉浸在自我虚构的荣光中 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述着 自己所谓的抗日事迹 上百名退伍老兵被邀请到现场 听取金将军一个人扯淡 混在退伍老兵中的韩爷 彻底被金将军的胡说八道激怒 他忍不住站起身来 低着头朝着讲台方向走了过去 金将军随行的保镖 在发现韩爷行迹可疑之后 立即将其拦住 没想到金将军这时突然念出韩爷的名字 让他上台代表退伍老兵领取荣誉勋章 原来韩爷此前通过私人关系 才争取到这场仪式中领取勋章的机会 而他刚才一直低着头 金将军也就没有认出他 韩爷趁此机会 从拿在手中的军帽中掏出手枪 上前抵住了金将军的脑袋 不过他这一次没有直接开枪 而是吊转枪口 对转了台下观摩仪式的金将军孙女 然后逼迫金将军当众承认 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 否则就当场射杀他的宝贝孙女 让他切身感受一下失去至亲的痛苦 金将军被逼无奈 只得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 坦白了自己当年的罪行 他的话音刚落 韩爷就果断扣动扳机 将其射杀 在杀死金将军后 韩爷的复仇计划并未就此结束 因为在他心目中 还有第五个可杀之人 这个人就是他韩爷自己 韩爷的姐姐当年逃出魔窟后 其实并没有想着寻死 他本想好好照顾 自己年仅十几岁的弟弟韩爷 哪知性格懦弱的韩爷 后来居然心甘情愿地给日本人做事 换句话说 韩爷自己在日剧时代也是一个寒奸 韩爷姐姐见弟弟如此不明是非 这才在绝望中自杀身亡 所以这些年来 韩爷最痛恨的人实际上是他自己 就在韩爷杀死金将军 准备引单自经时 南哥带着警察赶到现场 在邪劝说下 韩爷最终选择束手就擒 接受法律的公正裁决 故事的最后 韩爷被关进监狱 南哥有时候会来探望他 尽管韩爷的记忆日渐模糊 生命也将走到尽头 但他的内心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平静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 2022年上映的韩国金总片 《我记得》 本片算得上是 近年韩国出品的一部爽片 节奏十分明快 但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逻辑硬伤比较多 最大的硬伤是时间的设定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2014年左右 此时 距离韩国光复已将近70年 而片中的几个主要角色 在70年前都已是成年人 这样算来 他们的年龄应该都在 90多岁到100多岁不等 可是这几个人在影片中 却都还是在职人员 这显然大大偏离了现实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惊悚和犯罪令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鼓励 下期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